四位演员在排练的过程当中都探讨了自己 在演叠战剧方面有哪些优势 分组赛还在继续 但是子依老师的战队已经收获了几名实力派成员 也想听一听子依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身上更多的闪光点 最开始看到李兰迪 韩雪 就对他们两个的印象非常深 而且我们拍了女儿这个片段 我是觉得女演员里面有他们两个 我这个战队就足够了 因为年轻的成熟一点的女性 两个就是足够了 每一个人的特点都很明确 所以他们怎么样去打这张牌 我都觉得不是很难 好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他们更加精彩的表演 冠军之路 轻车熟路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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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衷心地祝福每一位演员 都能够在舞台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演技 那子依老师可能您不知道 在分组赛选座位之前 演员们可是演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谁会做C位的戏吗 来看看